国内新冠疫情趋缓 诺罗病毒却开始发威 根据疾管署监测 近四周以来 腹泻群聚病院阳性案例中 有46件减出诺罗病毒 比例高达94% 由于传染力强 又无法透过酒精消灭 只能提醒民众 注意个人卫生以及食品安全 出现呕吐腹泻 尽速就医 诺罗病毒发威 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3、4月 是病毒流行期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 上个月单周腹泻急门诊 就诊累计10,783人次 且近一个月发生83期的腹泻群聚通报 高达94%都是诺罗病毒 最可怕的是 诺罗病毒用酒精干洗手杀不死 由于诺罗病毒传染力强 只要极少的病毒量就会染病 而且所有年龄层都可能感染 常见的症状是上吐下泻 还可能伴随发烧、头痛、胃痛、恶心、肌肉酸痛等 通常症状会持续1到10天 而主要的传染途径就是粪口感染 该如何预防 要注意两大关键 个人清洁部分 如厕后 进食或是准备食物前 用肥皂水彻底清洗双手 再来是食物卫生部分 必须清洗干净 并彻底煮熟 绝不生食 而吃剩的食物 应该放在温度适当的冰箱内保存 如果出现疑似诺罗病毒感染 需要等到症状消失 至少48小时后 才能接触食物制作 严重不适 则必须送医治疗 而平时居家环境 建议可以使用1000ppm的漂白水消毒杀菌 虽然诺罗病毒能让一人得病 全家遭殃 但只要好好留意 个人环境 卫生习惯 就能有效避免感染 建议商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